大家好,这里是八王府研究局 今年大家日子都过得挺紧巴辣 消费降级好像真的来了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朋友圈里的卖茶小妹 去年还在买大红袍金居美正山小种 今年就开始私聊我 问我要不要茉莉花茶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不仅消费可以降级 连消费体验都可以降级 前几天有个视频博主去了趟狗里王府景店 觉得又贵又难吃 于是在网上发视频吐槽 闻讯而来的狗里王府景 反手一个报警并扣了一名 侵犯名誉权的大帽子 他们的危机公关数十牛逼 原本几万播放的视频瞬间顶到了上千万 引发了全网差评 这波操作简直秀翻了 你以为在第二层 狗不理公关在第一层 但其实人家在副层 最后呢事情是越挠越大 狗不理官方不都不下场 给予了狗不理王府景店开出狗籍的处分 最近各大平台的新媒体小编 每天忙忙叨叨的穿透在各种差评被打事件中 这把还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学生在模糊爆料 自己因为给差评 遭到了商家殴打和骚扰 这位小姐姐在校北花店订购了鲜花 发现商家以次充好 还缺金少了 于是上门理论 老板娘显然不是个省油的灯 看小姐要拍照给差评 一个箭步充全 弄坏了小姐的手机喝散 看老板娘这时候 想必是称马宝国学过闪电无边 哎呀 但是18年的我都自愧不如 回去后呢 小姐姐将视频传到了大众点评上给了差评 接下来的事儿啊 就有点神人了 花店老板派人伪装成快乐员 想套取小姐姐的个人信息 好在呢 这位机智没有泄露个人信息 随后呢 老板直接找到了小姐姐的私证老师 点名要和他协商解决 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 小姐姐选择在学校保卫处的培用下展开协商 但最终双方没能和解 那这件事里呢 其实有两个店比较魔幻 一呀 是小姐姐只给花店留了手机号和信 花店老板是从何对知小姐姐的全名 所在院系和私证老师呢 二是 在防疫期间 校园进出管控森严 校外商家是怎么进入学校 根据小姐姐的说法 花店老板曾经在校内打印店任职 和一些交大老师熟识 那这个暗示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听懂了吧 现在商家和学校尚未发声 学校和老师在事件中 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说 今天呢 公公想和大家讨论的是 差评自由的问题 说唱新世代海选删减片段 这两年总把自由挂口头 奶茶自由勉强使我消丑 口红自由让我斩难无忧 但从来没人替差评自由 听起来它像消费主义的阴谋 其实市场经济对的温柔 首先啊给差评本身 是个高风险事件 当你面对一个满口黄枪 故意绕路的滴滴司机 或是一个五大三粗 迟到了还骂吗 咧咧的外买员 甚至是在网上 把你人肉了一遍的商家史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 给出差评的 差评大多数时候 还得消费者自己买单 如果大家留意 这几年的社会新闻 就会发现 给差评 不是一个送分题 而是一个送命题 比如广州某女士 在给滴滴司机差评后 手机号 微信等那些方式 被司机放到了色情网站 受到了很多人的骚扰 再比如山东市民月先生 在恶梦上给完差评后 菜主提的是菜刀 去他家问候 他的两根手指 成为了菜刀的战利品 当然啊 现在手机泄露问题 通过虚拟号码能够规避 但外卖小哥 连你家文牌号都摸清楚了 你敢随便给他差评吗 评价系统 是服务行业 快速发展的产物 他的初衷是 要达成消费者 平台和商家三方的供应 那这三者当中 商家是评价系统里的风险用户 因为他一旦受到差评 客流转化会下降 直接影响收入 所以商家最有可能 成为评价规则的破坏者 所以一般来说 大部分商家 会比较温和地处理评价 因为对商家的差评 是可以修改或者删除的 大家都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当你给出差评之后 某某和服或者外卖商家 会主动联系你 跟你协商解决方案 甚至愿意退单 或者是发红包作为补偿 如果得不到有效沟通 一些商家会挺而走险 甚至凭借自己 对消费者的信息差 用恐吓威胁等手段 达到商品 像交代这次事件 老板先是无视小姐姐的 正常退款需求 得到差评后 反而积极扩大事态 让学校解决 恐怕打的要就是 学校外的稀释宁人 向学生施压的主意 当然在这起事件中 商家还未发生 咱们不排除有其他反转 但打针镜头 其实已经记录得很清楚了 那所有的差评纠纷 都是商家的问题吗 也不全是 咱们也要意识到资本市场 不会只存在一把韭菜 消费者都是韭菜 商家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韭菜 大家都有绿油油的光明的未来 比如在电商平台上 活跃着一个叫 职业差评师的职业 他们就把商家当成韭菜 轻松跃入上完博士梦 他们具体的获利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独行侠 瞄准了某些小商家 抓住产品缺点无限放大 打出差评 不管商家怎么沟通 都不删品 甩下一句 你看着帮 拂袖而去 一条差评对小商家的影响很大 小商家也承担不起 跟差评师扯皮的时间成本 只好选择 付几百块钱了事 凭借这个 很多差评师一单 可以轻松赚得 三百到一千不等的商品费 而这仅仅是一天的收入 另一种就是集团作案 团伙规模在 十几人或几十人之间 每个人手里都掌握着 多个购买来的十名账号 他们主要是 承接电商商家的订单 帮助下单的商家 打击对手或竞品 价格呢 多在十几块钱一条 主要是走量 有从业人员就向媒体披露 他们几十人的团队 一个月的流水 可以超过百万 除了电商平台 大众点评和协程等酒店预定 甚至是外卖软件上 都活跃着职业产品师 主要都是通过差评 向商家酒店勒索钱财 当差评沦为一桩生意的时候 真正需要用差评 表达诉求的消费者的声音 就被淹没了 平台光小时候是红利不能对消费者起到保护尊 反倒让商家的恶意 越过了平台 在消费者身上留下了伤痕 大众点评是全球最早建立 独立第三方消费点评网站 通过互联网 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口碑和印象 就像话为好评中评和差评 五个字十个字百个字的评论 那是我们在商业社会来过的印记 也是我们言论自由的出口 它让每个个人的消费田 可以快速地复制和移植到群体 而点评系统诞生的初衷 也是让消费者可以减少决策成本 快速形成自己的购买策略 还可以把差评当作最后通牒 让商家及时处理售后问题 对于平台来说 商家可以将平台分层 合理的配置平台资源 让信用好产品好的商家得到更多的曝光 最终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提高负购率 平台也能多抽成 挣更多的钱 对于商家而言 它是收集用户反馈 改进商品品质的渠道 那是他们在丛林一样的商业社会 一条可以看得到的方法论 从这个角度说 点评机制的诞生 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事 结果商家作为点评系统中的风险方法 面对差评不予以积极解决 反而想尽办法和消费者闻斗 甚至是武斗 三方的平衡被打破了 评价机制也越来越背离它诞生的初衷 可消费者没办法放弃差评 差评自又是消费者权益的最后防线 一旦消费者的差评不受重视 消费者就会沦为商业社会的弱势群体 变成了谁都可以割的韭菜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评价捆绑的社会 我们评价别人 也被别人评价 我希望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欢喜 也希望可以自由地表达愤怒 在表达愤怒时 我只用回归到一个最普通的消费者身份 而不是参与到一项用生命赌博的竞技游戏 我只用表达我在那个消费场景下 最真切的直观感受 而不是用具备法律 格斗 侦探等其他方面的知识 希望有一天 我再也没有机会做类似的选题 每个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沟通 享受应有的权利 负起应当的责任 在阳光下舒爽 自然地成长 我希望世界和平 拜拜 看到这里 说明你的暴富又进了一步 恭喜你而获得 公公家真猫出镜的奖励 如果对视频感兴趣 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